前奏一下腳步整齊畫衣 身穿標準的綠衣黑褲 他們是日本有翡翠騎士稱號的 關東農大二高 濟洋的樂隊表演 搭配揮舞的紅色大旗 不論是視覺還是聽覺 都是一場絕佳饗宴 即使拿著大型樂器 每個動作步伐都還是整齊畫衣 而這個精彩表演 在過沒多久 就可以在台灣的國慶大典上看到 這群翡翠騎士來頭可不小 與去年來台的橘色惡魔菊高校 共同榮獲日本行徑吹奏樂金獎殊榮 去年局高校確實掀起了一個橘色旋風 那在國慶之後仍然引起一系列的討論 一方面繼續延續台日友好 在這方面我們大家一起 所以說這一次建宗跟那個 農業大第二高校 其實他們的演出會是一個相互銜接 那大家可以一起來看看 國慶現場將可以看到台日一流樂隊相互交鋒 粉絲騎士首次來台演出 預計十月六號抵台將一百四十八人的編制 在國慶上大展身手 繼去年掀起一波橘色旋風 今年也有望刮旗翡翡熱潮 在國慶大典上展現台日堅定友誼與青春魅力 在國慶上旅站台北採訪報導